G7峰会在德国举行 看似团结的聚会 当你用不同国家的视角来打开这场大会 那简直是一架马车七个方向 七人圈子八个小群 看似团圆的大合照 难掩各自的小圈套 细节背后全是戏 当你用美国的视角打开G7峰会 可以说是一记合照面子给够 开会斗争一个不漏 美国自己常年占据东道主外的最佳C位 其他几个国家怎么占 也得看看美国怎么想 看起来美国是G7峰会的大导演 实际上G7真正的江湖到底如何 我们来看看 这是去年G7峰会间隙的一张照片 德国 法国 意大利以及欧盟的领导人 坐在一起聊天 表情非常轻松自在 实际上G7分成美欧两大阵营 美国为首 加上非欧洲国家的加拿大和日本 在拉上已经脱了欧的英国 组成美系圈子 德国 法国为主的欧盟国家 是欧系圈子 欧系国家面对所谓的主导者美国 可以说是领导夹菜我转桌 领导讲话我先说 去年的峰会 拜登试图推销和中国一带一路对标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 处处针对中国 结果在会议期间 由于其他几个国家和美国分歧过大 掐了网线开始吵架 场面一度失控 法国会后直接站出来说 这个聚会希望与中国一道 应对所有世界议题 今年美国又试图画新的大饼 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倡议 打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旗号 推进自己地缘政治的算计 根深蒂固的美国优先的原则就决定了 即便它可以让欧盟那些啃点骨头 那基本上也是把肉都给它飘光了 合作下去的话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我们再从英国的视角来看看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主角光环不在 另想办法回C位 2021年作为东道主的英国 站在C位 姿势也是相当神奇 如今的英国 想要在G7的圈子里刷存在感 还得借助炒作 英国首相约翰逊竟提议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的合影博人眼球 英国它要想在这种场合下 体现国际事务中的存在感 它推出欧盟以后 意大利就填补了英国这个三驾马车的空档 德法义 再加上代表中欧 东欧这个新兴欧洲的这个量 波兰这几个国家会发挥作用 那英国被边缘化以后 只能是跳出欧洲来体现它的存在感 它可能会会进一步的加入到 美国主导的亚洲版的小北约这个圈里面 英国是早就进去了 因为奥库斯三国同盟 怎么改善于日本的关系 增进与澳大利亚的合作 我觉得它会在这些方面 动些小算 今年5月 英国首相约翰逊 就在拜登去东京前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会晤 签署了互惠主动协定 强化军事合作 如果在欧洲做不了主角 那就把舞台搭在亚洲 反正我要当主角 再来看看G7里唯一的亚洲国家 日本 你会发现 它是最卖力 最用心的配角 用尽全力 但不过分抢戏 大哥制裁 我跟上 大哥唱戏 我鼓掌 然而日本安前马后 跟着美国干了这么久 美国居然连正眼都不瞧日本一眼 抱西方大腿的日本 终究是个套龙套的配角 但不想当主角的配角不是好配角 为了混进核心圈 日本也做了不少工作 4月底5月初先后出访了欧亚六国 亲自拉票 求大家 一箭三连 5月底作为东道主 又组织了美人叶奥斯边 机制峰会 日本的目标很清晰 要获得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国际地位 站在日本的视角嘛 当然它是想有所作为 别的不说 起码在英台地域配合美国战略吧 它也可以充当这个 小北约的这个核心 在美日叶奥斯边机制峰会领导人合影时 旁边的岸田文雄也显得有些落寞 回头再评评这些照片 不难发现这一期国家组团出演的这一出大戏 要我说 不妨取名为虚伪的团结